裂波進攻 工程師有機會把比數給要回來 宋宇軒 底牌收球 但是被張文婷扒了出去 大房東就在那邊了 該收房租的時候也不會手軟的 沒錯 我看一下剛剛那一球 大房東突然變形 跳起來 直接賞了宋宇軒的火鍋 這時候給了小福技術犯規 我覺得這個 怎麼會這樣 或許我們要透過重播的鏡頭來看一下 這個是XT的時候 對 但是一定有一些前因後果 對 沒錯 大車夫也只能先下來了 換上了辛特利 高國要執行這次的罰球 同時 工程師能夠保有球權 靠著這一次的罰球 師隊已經追平比數了 雙方贊成96平手 保有球權的工程師有機會透過這一次的進攻來超前比分 挑戰 挑戰 挑給高國豪 這一次外圍投戰有了 超前比數 高城師99平96 暫時領先負方勇士 第三位是下一位剩下阿鳥 你們有經驗沒有關係 我有年輕的腿 新鮮的肉體 是 還有竹北地方媽媽的最愛 今天真的下半場 我覺得豹國兄弟的回憶神是相當的關係